第27集 007至生活海浅赏命白海良心受则拒绝007 007与陆宝妮都决定今晚就和各自的新上人告白 007约了白海来花坊 可白海却被周星炎叫去工作了 陆宝妮化了精致的妆容 半路拦截墨南想约她一起吃饭 墨南却丝毫没有情调地拒绝了 陆宝妮只能拿出墨南的辞实境威胁她 陆宝妮认为墨南喜欢自己却不敢告白 所以才想要辞职来逃避这段感情 她见墨南依旧不开窍 只能一把拽过墨南的手骨起勇气和她表白 一番拉扯后 墨南坦白自己并不喜欢陆宝妮 随后转身离开了 007在花坊迫不及待的她的照片发给白海 白海丢下周星炎和陈末连忙跑回公司 而周星炎望着白海远去的背影 凉眼泪汪汪 沉默立刻拿出了随身携带的棒棒糖安慰她 007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睡梦中不知不觉把旁边的水杯推下了桌 水箭在插线板上迅速爆起了火花 花坊燃起大火 007醒来才发现自己置身火海 她只能大喊救命 白海打不到007的电话便急忙冲向花坊 这才发现花坊内燃起了大火 火光照亮夜空 肆无忌惮地蔓延 白海担心007的安危急忙冲进去 四盲症却在此时发作 同年的那场大火也再次出现了白海的脑中 白海晕倒 嘴里却不停地喊着007的名字 拒绝陆宝妮的墨男回到公司 看见花坊着火便奋不顾身地冲进去就下了007 白海也在此时醒来 她看着007被抬上救护车想要冲上去 却被墨男拦住 墨男认为都是因为白海007才会受伤 007虚弱地躺在病床上吸着氧气 陆宝妮见007因为白海而差点丧身火海 她怀疑起了白海对007的感情 这一切被门外的白海尽收耳中 白海十分自责 墨男和陆宝妮的话不断回荡在她的耳边 让她觉得是自己愧对007 陆宝妮和墨男在医院巧遇 二人十分尴尬 007在草坪旁边摆露着自己用野花制成的花束 因为昨晚本想给白海看的星空花束已经毁了 白海来到了007的身边 见白海一脸自责 007表示自己不怪她 并且拿出了那束野花等待着白海的答案 二人曾约定 只要007做出星空花束 白海便对007的感情做出回应 白海拒绝了007 哪怕她曾经对007那么好 看着007不敢相信的样子 白海似乎也无比心痛 但为了让007离开自己 白海离开时重重地把那束花摔在了地上 就好像摔碎了007的心一样 007再也绷不住了 她蹲在地上窟窿起来 就像她第一次见到白海那样心碎 007与陆宝妮本来约定好一起脱单 谁曾想二人的告白都失败了 他们又坐在一起喝得酩酊大醉 007跌跌撞撞地走在回家的路上 莫南见了连忙扶她回家 007埋怨白海喜欢自己却不告诉自己 这句话让莫南听见本欣喜无比 可听到白海三个字后 她的笑容却渐渐凝固 白海无论如何都睡不着 她只能带上好梦手还入睡 白海被神秘人打得落花流水 007在暗处桥间 却被白海暗示逃走 神秘人摘下了面罩 原来这只是白海的心魔而已 她对自己下了一道诅咒 让渤海的爱换为利刃 让渤海爱的人伤痕累累 这一切都在提醒着白海远离007 因为她的爱伤害到了她 007一早来到公司便看到有人收拾好了自己的东西 原来她被白海调去做分店店长了 007生气又绝望 本想来找白海问个清楚 谁知办公室大门却被紧锁 007生气地拍打着 白海却在里面无助地道歉 在白海的心中 她差点害死自己喜欢的人 那场火灾为白海脆弱地心下了一道禁锢 让她无法接受007 二人隔着办公室的门不约而同地呼喽起来 一道门竟隔绝了两个相爱的人 谢谢观看欢迎订阅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